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411集 有女人的声音 指认顾盛维就是龙王 却没有取得她期望的效果 顾盛维不承认也不否认 卫卫摊开双臂 慢慢地转了一圈 让四面八方的人都看到她 她是龙王 人群中有人问道 语气中充满疑惑 别开玩笑了 龙王起码比得高一倍 她就是脸白有点像 身上带着一刀一剑的也有点像 可是龙王怎么可能应征帮咱们守城 她要是龙王 我就是如来佛祖 顾盛维最后又转向卫兵头目 还是不支撑 表现出无可奈何的身态 听到刚才的指控 卫兵头目心里突得一跳 可是再看看青年的样子 怎么也没有办法将她与传说中的龙王对应起来 于是又放下心来 冲着人群喊道 都别胡说八道 想要活命 咱们需要团结 这位顾大人竟然懂得打仗 咱们 你们这群蠢货 又是刚才那尖锐的女人声音 被人卖了 还要帮人家数钱 她就是龙王 不信 之后的话 戛然而止 好像是因为胆气而闭嘴了 只有顾沈为止道 这是和女的功劳 龙王公开在码头亮相 小约堂叛徒忍不住想要制造混乱除掉她 结果却是将自己暴露出来 成为和女的猎物 一场小小的风波 几乎没人当回事 大家全都急迫地希望顾大人能指点一条名路 卫兵头目继续自己刚才的话 咱们都听顾大人的 请顾大人发布命令 顾沈为指着周围三十名左右赤手空拳的卫兵 我可以指挥守城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们都得当我的贴身侍卫 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 违反者 斩 这正是卫兵平时的职责 只不过是服从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又是一起点头表示同意 机灵一点地率相跪下 其他人连同卫兵头目在内都跟着跪下 顾沈为坦然接受跪拜 等他们站起身 又朝码头上的所有人大声说 你们愿意服从我的命令吗 愿意 愿意 人群杂起杂把地回答 有人跪下 有人仍然站着 好 我的第一条命令 拔出你的刀和剑 让大家看看 那是不是龙王的龙手剑与五风刀 又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喊了出来 这回声音比较远 忽远忽近 好像是两三个人 你说一句 小月堂叛徒不敢比拼武功 有何女才 他们也不敢轻易施展秘书 只能寄希望于挑起民众的狂暴 利用人多势众 制造混乱 趁机将龙王杀死 第一个挑拨者突然没了声音 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第二个人 使出七转魔音的功夫 想要隐藏位置 与木老头相比 这人的七转魔音差远了 郭声尉马上就听出他真实的方位 却故意看向错误的地方 先是拔出剑 转交左手 然后又拔出刀 高高聚在空中 在阳光的照射下 一刀一剑发出耀眼的光芒 众人只能瞥一眼 立刻转开目光 就算是从来没有碰过兵器的农夫 也能认出他们的确是罕见的神兵利器 卫兵同目离得最近 想仔细看又不敢 显得很是尴尬 郭声尉大方地将剑递给他 看看无妨 卫兵同目小心翼翼地接过去 从剑尖看到剑柄 翻过去又看了一遍 高兴地说 这不是龙王的龙手剑 上面根本没刻字 人群一起发出放心的嘘声 谁说那是龙王的剑 把它揪出来 没人回答 郭声尉能判断出准确的方位 和女当然也能 那名挑拨者已经没法再开口了 龙手剑与五封刀是龙王的兵刃 知道的人不少 关于他们的传说也不少 可很少有人对真实的西枝末节感兴趣 小约堂叛徒按习惯想法 因为刀剑上必然刻着名字 却不知道兵器注好之后 龙王才临时起的名字 此后也没有在上面刻字 人群不相信眼睛的青年人 是龙王 不仅是因为没有证据 而且太过于废一所思 何况他们的惶恐 已经够多了 宁愿埋头不看 也不想再往心里 装紧一点可怕的事情 好剑 卫兵头目由衷地赞叹一声 双手拖着剑身 还给顾大人 不过再是好剑 也跟他想象中 龙王该拥有的神剑 差别巨大 郭上尾收回刀剑 以指责的口吻对人群说 我因为偶然原因流落于此 在你们束手无策的时候 自愿站出来指挥守城 可你们却不相信我 三番两次的指责 让我证明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如何不令人心寒 顾大人的埋怨 立刻在人群中引发恐慌 好不容易才有一位指挥官 要是甩手不干 众人又会失去医口 于是一起痛斥刚才说话的女人 很多人甚至挽起袖子 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想要将挑拨者找出来 威兵头目多少有点官场经验 知道要想留住顾大人的心 得做出更多的表示 于是大声说 武女夭阳豁众 顾大人不要在意 请您指挥我们作战 您就是我们的将军 对 请顾将军发布命令 顾将军 于是称为顾胜为的新称呼 众人频频点头 几乎每个人都在嘴里重复一遍 通过这种方式 将军成为牢不可破的称号 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职位 而是特殊权力的拥有者 顾胜为心中一动 顾将军这三个字 勾起他对父亲的回忆 于是他接受一群百姓禁奉的称号 高举授臂 大声说道 你们赋予我将军的称号 我就要履行将军的职责 我是第一个自愿者 也是最后一个自愿者 大敌当前 没有所谓自愿这种东西 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蒸发你们所有人 无论男女不分老幼 每个人都要加入守称队伍 担负你们力所能及的责任 卫兵头目只不过想要一百名自愿者 顾将军一开口 就将码头上数千人 还有城里其他地方的百姓 全都征召为士兵 胃口百千倍于前者 奇怪的是 征召一百名自愿者时 没人敢应征 当全体入伍时 也没有人敢反对 事实上 大多数人甚至很兴奋 交头接耳表示赞同 这才是将军该有的气魄 青年人声称 自己在许多地方打过仗 果然不是骗人的 我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将军主张 顾审为对卫兵头目说 有有 王公一时听就很大 不过 围兵头目有点犹豫 毕竟这位顾将军 还没有得到国王的认可 离南面的城门要近一点 离城门近一点 水舞厅最大 就是那里了 让别人带我去 你立刻领十个人去关闭城门 许进不许出 围兵头目一愣 为了防止奸细混入 一般都是许出不许进才对 我要瓮中作变 顾审为加上一句解释 围兵头目恍然 心里对这名年轻人更加敬佩 马上领命 真要离开 顾审为又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名叫武宗恒 中原人 欠到西域已经三代了 顾审为点点头 卫兵头目吴宗恒 带领十名手下匆匆离去 百姓们当众选出的顾将军 在二十多名卫兵的护佣下 前往税务厅 大批人群跟随其后 没多久 码头上几乎空无一人 顾审为最初的目的 只是想引小约堂的弟子现身 一步一步走下来 他确实有了更多想法 西域小国 养不起太多大臣 但是有两个职务 必须有人担当 一个是辅佐国王的丞相 另一个就是 保证国库充实的税务大臣 这两个人都跟着国王逃跑了 税务厅果然够大 顾审为在这里建立将军幕府 开始嘴不停歇地下达一连串命令 第一件事是指定五名卫兵把守大门 负责通报引荐 另外十几名卫兵跑腿 传递将军的命令 税务大臣带走了自己的官印 可是税务的印章还在 就用他代替将军印 第二件事是搜寻兵器 国王逃得匆忙 值钱的细软带走不少 其他东西却都留下 王宫里的宝库被强行打开 珍宝之物原封不动 兵器全部搬出来 接着就是选拔士兵 顾顺维说是全民蒸发 只是不想给任何人推脱的借口 真要分发兵器 他可得仔细挑选 不能锁受非人 老幼病残以及女子子 首先被剔除 剩下的青年男子竟然不少 左右九百多人 可兵器只有三四百件 由守成者轮流使用 士兵们的第一个任务是 全程搜索 将隐藏不限的士领男子 都抓到税务厅 接受临阵脱逃的罪名 然后被关进临近的市场里 有专人看守 全程大搜之后 队伍又增加二百多人 顾顺维由此大致推算出 逍遥海五国的潜力 这股潜力 金鹏宝没有挖掘出来 他要将其全都归于自己回家 入夜之后 新任顾将军发布宵禁令 任何人不准无故夜间出门 据称这样做的目的 是捉拿混进城的奸细 捉拿奸细的任务 顾将军要亲自执行 河女悄悄回到他身边 汇报战果 三名小业堂叛徒暴露 被他杀死之后 抛进水里 一共十三名叛徒 掩尔被杀 最少一人自愿充当不灭尸毒 三名死在码头 还剩下八个人 河女相信他们还躲在城里 消灭小业堂叛徒 只是顾慎为急着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他心里 最重要最迫切的难题是船 没有船 大雪山军队就会被困在逍遥海以南 仍然施展不开拳脚 处于不胜之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这天晚上 安国都城里 发生了若干气投毒暗杀事件 二十多名无辜者 莫名其妙地送掉姓名 再次引发不小的恐慌 差点将固身为临时组建的军队击溃 小约堂叛徒本想在吞风峡谷 暗杀狱中是河女 失败之后一路逃亡 当发现无路可走时 他们的风劲上来了 打算在人口密集的都城里 与敌人决一死战 不过他们总算保持了一次理智 没有将不灭尸毒 留在都城里使用 而是早早设置在半路上的驿站中 否则的话 满城百姓都要陪葬 连他们自己也难逃一死 第一起投毒事件 发生在一名卫兵身上 有人在外面求见 卫兵进来通报 刚开口说出一个字 毒药发作 他像是突然间溺水 脸憋得通红 双手卡住喉咙 几乎要将自己掐死 空气进不去 体内却有东西要出来 张嘴喷出大量乳白色的液体 射成进炸 古生一直在防备着小约堂的手段 所以反应极快 卫兵刚刚喷出液体 他就拔刀冲了出去 一刀将头颅砍掉 随即退到一边 想吓得木登口袋的 其他卫兵解释道 他中了巫女之毒 喷出的东西也都含毒 果然 那些乳白色的液体 具有腐蚀性 所落之处 竟然将睡午厅里的 一小片石板地面 变得坑坑瓦瓦 众人脸色皆变 相信新任顾将军的话 但是心中疑惑也不小 巫女之毒 顾神威当然不能让卫兵们 将投毒事件 再到大雪山身上 解释小月堂两拨人的斗争 也太费事 所以他编了一个故事 这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巫女 他们希望挑起战争 自己好从中于力 我一直在跟踪他们 众人更是致敬了 顾神威停顿一会儿 等大家对这个 耸人听闻的消息 有点接受之后 趁热打铁 咱们不能坐以待毙 得主动出击 将巫女一网打尽 河女在门口出现 冲顾神威伸出一根手指 这表示他已经将投毒者杀死 小月堂叛徒还剩下七名 第二场全程大速步开始 这回的目标 不是藏匿起来的青壮年男子 而是可怕的女巫 小月堂弟子擅长伪装 很难从外表加以辨认 顾神威提醒众人 多注意单身女子 一旦发现异常 不要动手 而是马上派人向将军通报 顾神威坐镇睡午厅 河女在外围暗中警戒 第一次投毒失败 小月堂叛徒改变策略 卫兵急匆匆的进来报告 三条街以外有一家人 惨遭灭门 六口人暴毙 搜成士兵严守顾将军命令 没有进去详细搜查 六人一看就是中毒死的 脸色发紫 眼珠暴徒 但尸体本身没有危害 河女指着桌上的半截蜡烛 梨花香烛 谁要是不小心点着她 立刻就会中毒身亡 蜡烛看上去极为普通 要不是有顾将军的事前严令 士兵们很可能会顺手点着 这天晚上 顾神威吃下大量丹药 他已经没有选择余地 只能相信河女 这些丹药保证他能够抵抗 绝大多数小月堂毒药 类似的诱敌之际 小月堂叛徒又施展了四次 杀上不少无辜的百姓 三名带衣的士兵 仅仅因为挪动挡路的椅子 就死于非命 恐慌不可遏制的发酵壮大 死亡人数被成倍夸张 人心变动 越来越多的百姓违反小禁令 冲到街上 有的奔向码头 有的跑到城门 都想离开这座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城市 不少士兵丢下兵器 也加入到慌乱的人群中 上千人的临时军队当中 可信者寥寥无几 卫兵头目五宗横 即是其中之一 顾审卫命令他带领配备武器的一百人 四次守住城墙 不准无关者上去 至于击到城门 要是全都由顾将军亲自保管 接下来 顾审卫不得不花费一点时间稳定军心 四处巡查 鼓励坚守岗位者 惩罚善理职守者 公布真实的死亡人数 让大家相信 事态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一切措施当中 最有效的是几名巫女的尸体 河女对同门弟子的手段凉弱之长 对方每一次射陷阱 都会暴露出蛛丝马迹 河女顺藤摸瓜将其一一杀死 巫女落网伏法 表明顾将军有能力制止更多的毒杀 这个消息让大家倍感振奋 于是现实士兵们渐渐稳定 接着全城百姓也有恐慌转为观战 事业三更过后 城里一共杀死15名巫女 其中只有7人是真正的小约堂叛徒 绝大部分死于河女剑下 只有一名是在反抗普通检查时 被士兵们乱刀砍死的 还有8个人遭到误杀 原因仅仅是长相怪异 并且单身无伴 搜寻巫女的热情出现失控的迹象 顾河维马上下令停止杀戮 声称巫女已经消灭干净 全城诉索转为正常巡逻 其实还剩下一名小约堂叛徒 不见踪影 官商一直没有出手 他虽然是小约堂弟子 对秘书也很崇拜 但他从小学的还是金鹏堡武功 对毒术并不擅长 所以几次投毒 他都置身事外 安国都城不是特别大 容纳上万人就已经显得拥挤 顾河维参与了几乎所有的地域的巡查 最后得出结论 官商只能躲在一个地方 和女的想法跟他一样 士兵们对顾将军的信任与敬畏 每一刻都在增加 虽说离赴汤堂倒火还差得很远 但是顾将军的命令 基本都会得到严格执行 这一回 他们却退缩了 这是王宫 一名士兵小声说 对将军的决定感到不可思议 王宫是都城里 唯一没有遭到搜索的地方 国王与王后虽然逃跑了 王宫却没有因此空虚 留有不少太监与宫女 据说还有一名王妃 安国地处西域边缘 但是立国已久 百姓们对王室的尊崇根深蒂固 即使对国王感到气愤与失望 仍有一些底线 是他们不愿也不敢突破的 顾审卫没有强迫士兵们闯进王宫 只剩下一个官商 他跟河女可以对付 于是他在王宫周围安排下大量士兵 命令他们 只要发现有人逃出 隔杀无论 将近四更天 顾审卫与河女 欲强潜入王宫 士兵们都没有发现 以为顾将军回去休息了 王宫也不是特别大 远远比不上金锋宝 甚至不如碧玉城梦式的私宅 在简单的搜寻一圈之后 两人将目标定在最里面的一箭方 推开门 两人一前一后进去 看到了官商 官商放弃了躲藏 在龙王与河女面前 杀手的隐身之术都没有多大用处 他采取更简单的手段 劫持人质 官商的侠盗架在一名老年女子的脖梗上 四名侍女倒在附近的血泊中 女子穿着宽松的睡衣 虽然惊恐不安 仍有一丝高贵气质 显然是生活王宫里的主人 真有一名王妃 没有跟国王同时逃走 可顾审为不明白 官商此举有何意义 他是不会因此投入即期的 官商对此也很清楚 所以他马上做出解释 这是安国的王太后 国王的亲生母亲 这对顾审为与河女 仍然没有异义 两人在周围小心查看 虽然官商应该是 最后一名小约堂叛徒 但也不能麻痹大意 她还是中原的公主 官商抛出真正的要挟 龙王要想与金鹏宝争霸西域 最好让公主活下去 龙王与中原事实上已经决裂了 只是在名义上是盟友 官商对此一清二楚 但他说的没错 中原被金鹏宝与北京的联合 打了个措手不及 暂时处于弱势 没有反共能力 可仍然是西域最重要的势力之一 龙王想要重返西域 仅凭那一万拼凑起来的大军 无济于事 早晚还是得与中原妥协 龙王好手段 官商继续说下去 骗过了全城百姓 可是早晚得说出真实身份 中原公主要是死在你面前 大雪山军队就会陷入孤立 中原是不会原谅你的 官商的话有几分准确 顾盛为自己就是中原人 他知道中原朝廷的行为准则 对这些远嫁异国的公主 皇帝可能终其一声不闻不问 可公主一旦受到欺辱 就是对皇权的挑战 过去上百年来 因为这个原因 发生过多次战争 不过时疑是意 中原对西域的掌控 遭到大幅度削弱 离安国最近的军队 也远个数千里 顾身为横了一声 目光甚至没有看向那两个女人 握着出下的无风刀 慢慢迈着步子 绕过血泊中的侍女 你是哪位皇帝的公主 被官商劫持的王太后 这一晚连受惊吓 只能勉强保持镇定 对龙王的简单提问 好一会儿才作出回答 父皇是安帝 安帝是三代前的中原皇帝 算下来 安帝王太后乃是中原 现任皇帝的姑婆 辈分不低 你怎么没跟国王一块逃走 顾身为不紧不慢地问道 语气像是在闲聊天 似乎对中原公主毫不在意 她是忤逆的不孝子 背叛中原 像自封的独步王那相 我跟她已经断绝母子关系 你真是龙王 嗯 也是城里百姓 推选出来的顾将军 嗯 王太后轻叹一口气 不知道是佩服还是失望 顾身为确定房间里 再没有其他人 于是转向官商 真奇怪 几个月不见 你的刀法下降不少 杀死几名宫女 竟然会流出这么多血 顾身为话音刚落 倒在血泊中的四名侍女 死而复活了 同时发起攻击 目标都是和女 这四人身法灵活训捷 丝毫不弱于官商 一点都不像是小月堂弟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下 演播 全勇 第413集 小月堂叛徒 一心想除掉的人 只有和女 对龙王 只是当成阻碍者 能杀就杀 不能杀就绕过去 为了引诱和女上钩 他们设置了 一系列复杂的陷阱 吞风峡谷 是陷阱开始的地方 由于提前被认出 一头伞没能发挥作用 他们开始执行备用计划 在一战里 孤注一掷的使用 不灭尸毒 在安国码头上 挑拨众人 进攻龙王 在都城里四处下毒 小月堂叛徒 都表现出 穷途末路的疯狂 他们成功了 顾胜为 与和女 的确在最后时刻 被这种疯狂所迷惑 相信官商 是最后一个叛徒 而且已经走投无路 即使顾胜为 看出四名侍女是 在装死 也没有影响 他们的计划 因为最重要的一招 仍然出乎 龙王与和女的意料 四名侍女 名领是小月堂的人 武功却是顶尖水平 他们没有使用 小月堂擅长的秘书 而是要依靠 无懈可击的配合 一举击杀目标 这一招 本是金鹏宝 常用的手段 就因为小月堂 这三个字 顾胜为 与和女 在射向敌人的陷阱时 都将她首先排除在外 虎胜为 立刻出头 她有把握杀死一名刺客 可还剩下三名高手 要由和女自己应对 与此同时 官商也出手了 目标仍是和女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 就算事后全都死于 龙王刀下 也要先将和女除掉 房间里唯一不动的人 是王太后 眼前发生的事情 完全不在她的理解范围内 她不知道这些人的关系 尤其是那四名侍女 明明是最普通的宫女 曾经当着她的面被杀死 何也会从血泊中战击 厉鬼一样 扑向不知名的女子 老太后只觉得 脑子里有根筋 蹦的一声断裂 心脏随之跳出胸腔 似乎再也没有回来 她晕倒了 陷入一片黑暗之前 正看到不知名女子 被多人围攻 待在原地 好像也跟她一样 吓得呆住了 死人经剑法一次 只能杀一个人 这是她集中力量的方式 也是她的弱点 除非对手实在太弱 否则再次聚集的过程 就会成为致命的破绽 过身为每次宜寡敌众时 都要尽一切可能 避免陷入重围 就是这个道理 和女面临同样的难题 想要自救 她只能换一种方式 和女想不到 小月堂叛徒当中 会多出四名顶尖高手 对方也没有想到 和女还有更多招数 一股淡淡的油香 在空气中飘落 每个人都吸进去一点 但谁都没有在意 和女与叛徒们 互相了解对方的手段 实现都吃了许多解药 相信这足以应对 本门的一切秘书 他们不知道 在这几个月里 和女又学习 制作了一些全新的秘药 香吉之国 制作香药的技术 跟小月堂秘书没法比 但盛哉 少人知晓 就连和女 进入香吉之国 也接连两次 被因吐罗香迷倒 直到问清其中成分 并亲手造出解药之后 才不再觉得他很厉害 小月堂叛徒 中招了 药效没有立刻发生作用 他们手中的钢刺 仍然逼近目标 只是动作稍微慢了一点点 和女需要的 也就是这一点时间 远地陡然转了一圈 手指在七名进攻者胸前扶过 轻柔的好像尽力全效 七转七翘定心指 穆老头针对小月堂弟子 专门发明的武功 知道的人更少 和女向上官如学的 七招执法的时候 曾经承诺过 只会用他杀该杀之人 炎儿是该杀之人 和女在他身上练习过执法 这一次 他多了五名练习对象 可以充分体验 定心指各招的不同效果 第一名叛徒 当场死亡 快的 好像被魔法召唤起来的尸体 魔法骤然消失 尸体也随之坠地 第二名叛徒手中的钢刺 还没有扔掉 就回转双手 向自己的喉咙抓去 似乎那里已经养得无法忍受 结果可想而知 在彻底死掉之前 他仍然在脖子上挠了几下 第三名叛徒 从空中直接掉到地面 双膝跪下 如同喝了烈酒的醉鬼 不停地呕吐 只是吐出的 全是鲜血 第四名叛徒 实际上已经死了 他中了顾身为一刀 只有他 不受殷陀罗相遇 定心指的影响 继续扑向目标 何女闪人躲过 只有官商还活着 他的武功最好 反应也最快 胸前只被指尖扫过 而且他的内功 不是小约堂一路 受定心指的影响 也要小一些 在千军一发之际 勉强保全性命 官商退到房角 因陀罗相开始发挥作用 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惊骸 本来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可是何女却像是变了一个人 使用的民药与武功 都是前所未闻 惊骸转瞬即逝 官商渐渐进入 半梦半醒的另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他有更关心的事情 都与何女无关 看着一地尸体 顾沈为心有余悸 他事先也吃过 因陀罗相的解药 但不是为了应对 现在这种局面 何女想表示自己 绝无任何害龙王之意 所以将所有解药 都给他吃了一点 你认得这四个人吗 何女摇摇头 我还以为 他们一心只想着修炼秘书 对高升武功 一点不感兴趣呢 他或许能说出真相 顾沈为指着站在原地 摇摇遇到的官商 何女从官商手中 夺下夹刀 扔到一边 又在他胸前补了一只 这才往他嘴里塞入解药 官商中毒时间不长 清醒得很快 恢复神志之后 心中一凉 牺牲了许多同伴 还是没有除掉何女 他不仅成为阶下囚 内功也暂时消失 连刺杀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位怎么办 何女没有急着审问官商 而是指着下云的王太后 留着吧 顾沈为觉得 杀死王太后 没有任何好处 留她一条性命 以后或许会有用处 把她扶上床 何女向官商下达命令 语气一如往常冷漠 好像官商仍是她的手下 跟往常不一样的是 官商低着头 没有马上执行命令 可是只是犹豫了一会儿 她走过去 抱去王太后 放在床上 用这样一种方式 何女知道可以让官商开口了 咱们应该从哪里说起 官商猛地抬起头 你杀了我吧 我没什么可以说的 何女缓缓摇头 你没有学过 真正的小约堂秘书 可是总该知道 死亡是本门最轻的出发 这四个人是幸运者 而你不是 官商脸色 渐渐变得苍白 在她遵命抬起王太后的那一刻 心里已经屈服了 这不是她第一次背叛 背叛金蓬宝 背叛何女 现在又要背叛同伴 她从来没找到真正的归属 你想知道什么 这四个人是怎么回事 这是她三年前培养的高手 专门用来对付你的 这个她 是谁 官商没有说 何女也没有问 叛徒还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 我接到命令就赶了过来 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仔细想一想 或许就知道了 何女一步窜到官商面前 在她胸前又点了一下 随即退回原尾 官商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嗡嗡声 然后好像突然变得不好意思起来 吹下头 无缘无故地仔细整理一脚 郁仲师 求你了 官商哀求声软弱无力 似乎还没有从梦中清醒 接着 她开始在身上抓挠 开始的时候 还强忍着 双手握成拳头 很快就觉得不过瘾 张开食指 像怀着身仇大恨一样 用力地在身体上划过 衣服 首先被撕成一片片 顾声为稍意犹豫 转身走出房间 天就要亮了 并不血刃 这座城市已经归她所有 一连串的好运分支她来 顾声为却一点也不觉得安心 香气之国 乌山部族 安国 这些地方与人民被西域大国所忽视 甚至遗忘 是有理由的 他们加在一起所能提供的力量 也没有多少 不到两千名大雪山战士 就能横行无阻 可是 等到与金蓬堡主力对阵的时候 龙王仍然属于弱小无力的一方 顾声为让自己思考军武大事 可思绪不由自主地又转到河女身上 他刚才那一手是有意想让龙王离开 他好单独审问官商 小约堂让人开口的手段多的是 完全没有必要强迫官商 撕手抓挠 河女口口声声会公开一切秘密 终归不能毫无保留 每个人都有秘密 顾声为想 每个人 包括他自己 官商的惨叫哀求声 从房间里清晰地传出来 顾声为觉得 还是彻底避嫌地好 于是趁着最后一抹夜色 悄悄离开王宫 天亮不久 河女回来了 淡淡地说道 官商知道的东西不多 雪月堂叛徒所生无击 不用再担心他们了 顾声为嗡了一声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至于河女的秘密 小约堂内斗的真实情况 顾声为不打算追问 他与河女的关系 正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打破他并不明智 恰好这时 一名守城士兵晃晃晃晃的跑来 报告说 远远看到一队人马 正快速接近南城门 好像是龙王的十万大军 这应该是龙帆云率领的大雪山先锋军 只有数百人而已 军队已经到了 可顾声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 逍遥海横在眼前 而他手中 连一条小船都没有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414集 龙帆云率领五百名先锋军 昼夜兼城 及时赶到吞风侠 正好赶上哈赤烈 快要支撑不住的危机时刻 龙王与河女走后第二天 胖族长和实名儿孙都发生亡 河女给他们吃的是最普通的药丸 只能多挨一天 一头散的解药很难配置 河女手头没有多少 还要留一些防止敌人再施手段 所以不想浪费在无关者身上 胖族长一家的重要男子全部中招 幸存的子孙当中 没有群王所归的领袖 于是立刻引起一番明争暗斗 龙王走得太早 哈赤烈的权威还没有树立起来 他以胖族长孙女婿的名义 争取不到多少支持 甚至成为争权夺势的靶子 遭到许多不公正的指责 有人公开声称 他与胖族长的死脱不了干系 在那两天里 哈赤烈身处陷阱 遭遇的麻烦一点不比龙王少 胖族长的几名孙子 救济一批支持者 从早到晚胡适当当 关于这些少年准备杀死哈赤烈 然后关闭南北入口的消息 甚嚣尘上 哈赤烈几乎没有合眼 每时每刻都抱着自己的长道 防备敌人的偷袭 关键时刻 明真小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她才十五岁 在外人面前 害羞的不敢说话 却已经懂得什么叫做合纵连横 什么叫尔虞我诈 正是在她的帮助下 哈赤烈接见吞风峡里 诸多有权者 向他们许下种种诺言 争取他们的支持 是投靠龙王 还是倒向金崩堡 吞风峡里的居民 为此分成精卫分明的两大派遍 死者的尸体 无人收敛 弱者的生存 无人关心 每个人都心惊胆战地 等着一场最终决战 要不是龙藩云率军及时赶到 血战就将在村寨里展开 孰胜孰富 谁也无法预料 五百惊悍强壮的大雪山剑客 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村寨里的大部分人 接受集成事实 吞风峡已经归龙王所有 少数不服气 和害怕遭到报复的人 连夜逃走 不知去向 龙藩云急着追赶龙王的脚步 所以留下一百名战士 回哈士烈指挥 他带领其余四百人 马不停蹄 只比龙王晚一天 到达安国都城 城门紧闭 龙藩云无从知道城内的事情 只能先找合适的地方驻军 派人向城楼上的卫兵喊话 却得不到半句回答 这时的顾慎为 正在想方设法 采摘自己种下的袋子果实 向全城百姓说明真相 顾将军就是龙王 他本来打算以强硬的态度 逼迫全城成人事实 然后恩威并逝 换取百姓们的表面服从 结果 有人帮他更好地 画解了这个尴尬的难题 王太后 派人来召见顾将军 城里城外的军队 都在等着他做出决定 顾慎为犹豫一会儿 才决定先见这位 来自中原的前公主 老太后在王宫大殿里 接见顾慎为 王位空虚 大臣无纵 殿内只有庶民与太后 同样老的太监和宫女 经历昨晚的意外 他对年轻侍女 已经没法相信 清醒之后的王太后 恢复了雍容华贵的气度 他瞧不起自封的独步王 自然也不会将龙王 当成真正的王族 于是 他以年老体衰 受惊过度为由 像长者接见晚辈一样 与龙王建立 规避了敏感的地位纠纷 顾慎为看在眼里 并没有计较 对他来说 还不到争名分的时候 王太后对西域局势 竟然有一点了解 尤其是与中原相关的势力 他都略知一二 比如 龙王与中原结盟的事情 他就听人说过 至于后来的决裂 双方都没有公开 他自然无从知道 但他也很幼稚 兜了半天圈子 先是感谢龙王 昨晚的搭救之恩 然后说起 北庭与金风宝 多么的不自量力 接着 谈逍遥海五国 尤其是安国 蜀木寸光 还是龙王有远见等等 顾审为耐着性子 听老太太唠叨 最后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 原来老太后对自己的儿子 安国当今国王 非常不满 希望能逼他退位 让孙子提前继位 他以太王太后的身份监国 这又是一场 为了权力家族内斗的故事 顾审为也司空见惯 所以并不感到惊讶与意外 于是郑重地表示同意 但也加上许多限定 比如 安国要坚定地站在龙王一边 最后 还要取得中原的公开支持一类 最关键的是 王太后得带头向臣民说明 顾将军就是龙王 龙王既无屠城之意 也不会放纵军队抢夺财物 王太后没有听出对方的敷衍之意 很高兴地接受条件 允许龙王以他的名义 就在王宫大殿里发号申令 顾审为一波一波的召见 首先是卫兵头目吴宗恒等人 他是上线乌合之众当中 仅有的职业士兵 王太后专严地向卫兵表示 大雪山是中原的同盟 龙王即是安国的朋友 众人眼前的顾将军 就是受他邀请 暗中潜入都城的龙王 至于蒸发全城男子组建军队等等行为 都是在执行他的意思 卫兵们目瞪口呆 吴宗恒猜到顾将军来历不简单 甚至隐隐发觉他就是龙王 但是真的听到事实 还是让他大干意外 怎么可能 顾将军还要带领大家抵抗龙王呢 吴宗恒惊害之余 违反王家礼仪竟然对王太后的话提出质疑 王太后脸色不散 顾省也觉得自己该开口了 你们无需抵抗龙王 大雪山军队只是路过此地 只要有足够的船只 很快就会离开 我以大雪山苍天之神的名义担保 我们不会做任何烧杀抢掠的勾搭 全城百姓都是安全的 可是你把我们组成了军队 吴宗恒想的比王太后更多一些 安国的青壮年都被强行拉入军队 这可不是简单的街道 而是实打实的投降 军队今天就会解散 我组建他的目的 是为了让大家人心凝聚 不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 顾慎为的承诺是真实想法 这支临时拼凑的军队极不稳定 而且毫无战斗力 留在军中只会是隐患 他宁愿将兵器权都收缴上来 也不想用他们武装三心二意的一群人 吴宗恒放下心来 而且很清楚自己没有第二个选择 卫兵们一起对王太后下跪 对龙王鞠躬 表示服从 顾慎为没有马上放他们走 要求他们担当大殿侍卫 留在左右 包括吴宗恒在内的卫兵们 很自然的执行命令 一点也没想到 理论上龙王已经不是他们的将军 接下来王太后 依次召见城中的七老 富户 各行业的代表 各地逃亡者的代表等等 都被留在殿内 直到五十之后 召见才告结束 殿内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一共十几拨人 听说真相之后 无不惊讶万分 可是看到前面的人已经妥协 自己也只能顺从多数人的意见 这时消息已经渐渐传遍全城 恐慌情绪又有失控的迹象 顾慎为与王太后商量 马上放走这十几拨人 由他们向城内居民传达龙王的诚意 这天下午 安国都城城门大开 四百名大雪山战士进驻 发现街道上冷冷清清 空无一人 百姓们全都躲在家里 紧张地观望龙王的诚意 是否可信 终于拥有一只值得信赖的力量 顾慎为马上让大雪山战士 把守城门 码头 王光等重要区域 至于那只城里 还不到一天的临时军队 连统关押在市场里的青年男子 劝都获准各回各家 但要将兵器留下 这时 还没有几个人愿意跟随龙王出生入死 绝大多数人都选择回家 只有极个别人因为种种原因留下 武宗衡只认可王太后 所以带领几十名卫兵 自愿留在王宫里 担当宫廷侍卫 他们是唯一被允许留有武器的一批人 安国都城 勉强保持稳定 可辽阔的逍遥海 仍然横在龙王与大雪山军队面前 没有船 他们就是困在牢笼里的野兽 纵有爪牙 也无处施展 人生地不熟 顾身为还是要进宫 向王太后和武宗衡求助 王太后空有帮忙的热情 可他身居宫中 对本国情况了解极少 提不出有价值的意见 倒是武宗衡帮了大忙 这位卫兵头目 希望早日将大雪山军队送走 所以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弄到船只 附近的渔村可能还有船 可是太小 经不起风了 只能沿岸前进 要说大船吧 大概只有这一家手里 还藏着一两艘 这一家是碧玉城梦氏的商号 梦氏产业遍布西域 就连偏远的安国也不例外 一听说龙王大军要来 商号里的伙计 和隐藏其中的金鹏宝杀手 刀手 立刻乘船 逃往逍遥海北岸 并且带走大部分金银 动作比国王还要快 商号里只剩下一位老掌柜 尽忠职守地 看管店铺内没法带走的货物 见到龙王率兵闯入 老掌柜倒还镇定 指着身后成队的相报 都在这里 希望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龙王劫掠 老汉无力阻挡 可他想错了 龙王不是来抢东西 而是来做生意的 一大包金银扔在老掌柜面前 这些钱雇你一条大船 没有船 大船小船都没有 老掌柜略显惊讶 却没有慌张 武宗衡也跟着来了 走上前说 王太后一指 龙王所需之务 全称百姓皆需要全力配合 口说无凭 老掌柜极为固执 武宗衡拿出王太后亲笔写下的旨意 上面虽然没有国王的玉玺 但是该有王太后的个人印章 老掌柜仔细看了一会儿 确认无误 商号倒是有一条船 不算太大 停在城外的一处海湾里 可以雇给你们 但要留下资讯 写明这是王太后一指 日后我也好向主人交代 顾沈为都同意了 不过他想 如果一切顺利 日后就是由他 向孟宇尊交代了 时隔八个月 龙王终于要重返时果 比他向中恒承诺的事件 足足晚了半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中恒觉得老天 对自己十分不公 每次给他一点甜头之后 总是在他领略到 真正的好处之前 粗暴地抢夺回去 还在中原的时候 他的仕途就不顺利 入伍多年 寸功借武 花掉许多钱 好不容易才在 兵部谋得一个小官 结果上任一个月 就被指派到西域 说是历练几年 回朝之后另有人用 其实无异于发配 名义上他升职了 从六品月为五品 可是在碧玉城那样一个 鱼龙混杂的险恶世界里 寻成都尉有之无权 最核心的任务 就是保护都城官的个人安全 跟家丁没有多大区别 都城官任期结束时 能拿到巨额的平安符 而他 连收受贿赂的机会 都没有多少 眼看着北城遍地的有钱人 和南城数不尽的享受 没有钱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 好比强迫机场碌碌的乞丐 隔窗观望酒楼里的客人 大吃大喝 就是在这种 每时每刻都甩不掉的煎熬中 中恒发出虚无的人生态度 中军 他连皇帝采过的土地 都没有见着过 爱国 中原远在数千里之外 在碧玉城挣得的一切利益 都会拐弯抹角地落入都城官之手 与国家无赦 理想 中恒唯一的希望 就是被金银淹没 哪怕损受十年也值得 然后 那个叫欢奴的奇怪少年出现了 初次见面时 两人几乎没说过话 可老练的中恒 马上就看出少年的特别来 欢奴名字里有一个奴字 身上却仍然残存着某种 锦衣玉石式的骄傲气质 在西域 游富变穷 游贵转建 是西松平常的事 王子公主 都有沦落为奴的时候 可是经过金鹏宝废人的掩护训练 竟然还没有完全接受奴才的身份 这种事 刻不多见 当欢奴接受 寻城都尉 发现真相与解决问题是两码式的说教 成功将自己以及许家姐弟 从杀人案中解脱出来时 中恒越发觉得这名少年不简单 但是 只是想想而已 欢奴不知道的是 他当时的行为 寻城都尉极大的鼓励 这是第一次 有人赏识这名无凭小官的见解 中恒武功一般 文采全无 唯一引以为傲的 是目光敏锐判断精准 可在官场上 这不是优点 而是让人害怕的缺点 上司从来不信任他 总是找借口 把他知道最外围 一方是人到中年 仍无所作为的寻城都尉 一方是忍辱负重 等待报仇良机的少年 两人的命运 从那时起 就已经缠绕在一起 时而并行 时而分离 多年以后 欢奴已经成为龙王 中恒借助他的力量 一跃而成为师国丞相 不管这是多么弱小的国家 也算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老天还是那么不公 不等中恒品尝到 丞相的真实味道 师国遭到乳侵 多半领土沦陷 只剩下都城 勉强支撑 这一次 中恒不打算去福 他不知道未来 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反正这一次 他要紧紧握在手里 死也不松手 龙王离开师国 前去解救大雪山军队时 曾许诺说 两个月之后 就会带着救兵回来 中恒的判断力却告诉他 即使龙王按时回归 小小的师国 仍然不足以 与强大的敌人对抗 所以 他立刻着手 进行长远打算 这时的 十国混乱不堪 形同散杀 原丞相 羊都被逐 军队只剩下数百人 百姓惊慌不安 对新任丞相 充满了不信任 国王体弱多病 头脑简单 唯一的热情 就是每天早晨 接受太监们 一丝不苟的朝拜 中恒手下 唯一可用的力量 是刀客林小山率领的 几十名大雪山剑客 二百多名 立场模糊的盗匪 和四五百名 十国士兵 逍遥海 四国联军 已经到达边境 留给新丞相的时间 没有多少 中恒立刻着手 同时进行几件事 放弃全国战争 派出使者 将边境哨所里的驻军 全部召回都城 勉强又聚集了 二百多名士兵 要求十国百姓 三日之内 迁入都城 只带粮食与金银细软 丞相承诺 战争结束之后 土地与房屋 都会物归原主 其他损失 又国库赔偿 最后这一点 打动许多 犹豫不决的百姓 大家一窝蜂地 涌入都城 中恒还抽出时间 与那群盗匪 称兄道弟 按江湖规矩交往 很快就发现真相 这些人投奔 或者说恐惧的人 不是龙王 而是龙王身边的 女护卫和女 这种恐惧非常强大 足以支撑起 一定程度的忠诚 龙王离开的当天 中恒超没了 旧丞相 羊都的家产 数目不小 甚至超出 十国国库 这笔钱 中恒没有上交 而是用来雇佣工匠 修补城墙 招募近城的 年轻农民当兵 最紧迫的物资 还是粮食 没有食物 再强大的军队 也守不住城池 战争突如其来 十国官方的 粮食储备非常少 中恒采取 软硬两种手段 一方面 划高价 从普通百姓手中 买走粮食 另一方面 强迫富户与贵族们 交出自家的存粮 终于使得 国家的粮仓 充实起来 这是十国能够 守住都城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仅仅三个月之后 粮价飞涨 划十倍价格 也没有办法 让百姓卖出一厘米了 从杨氏家中 超莫的金银 很快就不够用了 中恒与国王 商量两次 发现完全无法 说服对方之后 干脆绕过 无能的国王 接管了国库 与王家宝库 然后派人强占 梦氏在十国的 商号与钱庄 又取得一笔钱 即使这样 想要凭借 不到一千名士兵 守卫都城 也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中恒做出一切努力 最后还是要 依靠敌人的错误决策 才能勉强保住 刚刚到手的小国 逍遥海 康 安 沙 惠 四国 组建的联军人数 为两千 由实力最强大的 康国 派出一名将军指挥 康国王子留在军中 尚未进入十国国境 遭到驱逐的 城乡杨都 就跑来投降 就是这三个人 在军事策略上 发生重大分歧 将军觉得 手中的兵力太少 不宜强攻都城 希望就在边境要战 双方按照 传统模式对阵 与此同时 放话 基于十国国王优待 保留他的王位 以此 督促十国 尽快投降 阳都满怀恨意 十国不属于王室 而是阳室的私产 如今被人硬生生抢走 他要不顾一切的抢夺回来 为此血流成河 也在所不惜 他做出种种诱人的许诺 声称十国百姓 早已失去对王室的忠诚 城内还有许多阳室的支持者 只要四国联军快速进发 无需战斗 就会有人打开城门 康国王子 仍对十国公主念念不忘 他可不想将十国 转交给刘王 城乡阳斗 而且 石康两国接壤 多多抢占土地 既能强迫十国改变主意 将公主嫁给他 还能扩大康国的势力 三人争论多日 因此丧失进攻的最佳时期 最后的结论是兵分两路 一路进攻都城 一路抢占各地市镇 结果证明 这是错的不能再错的决策 第一路人马前进到 离都城三十余里的地方 得到让他们意外的消息 十国都城不仅没有敞开城门迎接大军 反而严阵以待 守城兵力与日俱增 已经达到一千多 与进攻方不相上下 杨斗大事所望 于是亲手写下几时封信 号召杨界的支持者们行动起来 然后由弓箭手趁夜射入城内 作为回答 次日一早 城里抛出十几颗人头 有杨氏子弟的 也有公认的杨氏支持者 杨都在联军中的地位 立刻下降到可有可无 另一路人马 在十国境内圈战土地 发现各处市镇空虚无人 只剩下房屋 与带不走的重物 搜刮不到金银财宝时 非常气愤 于是放火烧掉了 路上所遇见的一切建筑 消息传到都城 帮了中恒一个大忙 迄今为止持观望态度的 十国百姓 一夜之间胜出同仇敌忾之心 再也没人敢提投降的建议了 由于势力相当 许多人甚至希望出城决战 一举击溃入侵者 中恒保持着清醒 知道十国军队人数虽然增长 战斗力却没有多高 贸然开战胜算不大 一旦打了败仗 立刻就会将手上热情 打压到谷底 因此力排众议 坚守不出 等了足有一个月 连军两路人马会合 发现石国真的没有投降之意 才发起攻城战 围城战一打就是半年多 龙王与大雪山 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 几乎将十国击垮 中恒却打死也不相信 决定孤注一掷 他的坚决奇迹般的 打动了许多人 整个西域 就只有这一小片地区的人民 仍然堵信龙王没死 正在聚集更强大的兵力 时刻都会回来解救石国 期间若干次 连军都有退兵之意 可是 金鹏宝在西域势如破竹 进展之快超出所有人的意料 逍遥海四国本是独播王的盟友 没多久就下降为附庸 最后沦为奴仆 连名义上的独立都岌岌可危 现在 联军不再是为本国争取利益 而是替独播王打仗 这让围攻者的士气越来越低 却又不敢轻言霸占 城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战争持续的时间过长 缺衣少用 粮食每日定量分发 只能维持半保 军民的士气同样跌到谷底 全靠着丞相的强硬手段 再没人敢投降 几个月之后 独播王指派的新统帅到来 从四国蒸发更多的士兵 连续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守城越来越艰难 就连中恒也不仅心生犹疑 觉得石国已经坚持不了多久 而龙王不是死了 就是永远也不会再犯机遇 就在这个时候 四国联军的新统帅 派使者送来一封信 以前所未有的友善姿态 赞扬钟丞相与 石国百姓的坚忍不拔 然后提出慷慨大方的条件 只要打开城门投降 石国仍能保持独立 中恒的丞相位置 也将得到金鹏宝的大力保障 百姓可以返回旧区 不受任何惩罚 对国王 对丞相 对城里的百姓 这都是难得的条件 当这封信的内容 被连军使者 无意中公开以后 投降的呼声 骤然高涨 中恒倍感压力 不得不同意 进行一次正规的谈判 此时 龙王率军 由乌山进入逍遥海的消息 正被城外的连军 严格封锁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416集 情场老手 最痛恨的事情 就是被女人欺骗 商人 最难以忍受 买东西时 多付了一文钱 官员则 每每哀叹 人走茶凉 因为他们都在 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吃亏 由此可以理解 大雪山军事方文氏 对金蓬堡的背信记忆 重开战端 有多么的气氛 这本是他策划好的战略 就等几方军队 在中原的支持下 壮大起来 结果却让独步王 抢先一步 而且还是一大步 每天都有金蓬堡 攻城掠地的消息传来 方文氏 有心愤 转为心痛 最后变为心慌 和中恒一样 他也刚刚才尝到 美好生活的甜头 衣食与女人 这些常常在梦中萦绕的东西 他总算都沾到了一点 还想要的更多 绝不愿就此放弃 随着金蓬堡的势力 日益膨胀 方文氏开始滋生别的想法 不管怎么说 他不再是无名之辈 输了国中 崭露头角 碧玉城里 蛇战群雄 就算龙王倒掉了 总还会有 慧眼石珠者 礼聘他这样的大毛是吧 于是他等着 甚至开导自己 被金蓬堡软禁 这也是一种资历 日后可以向外人炫耀呢 方文氏此时 比平时更注重仪表 暗示起床 认真地穿衣 树立发迹 右手持卷 左手背负 站在庭院中大声诵读经典 以此展示自己 临危不乱 泰然自若的气质 可惜 负责监视他的两名金蓬堡刀手 粗促无知 不仅没有从中领会到谋士的风度 反而感觉吵得慌 只忍了一天 第二天 发出宽厚的长刀 以强硬的语气 要求书生闭嘴 方文氏秉承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信念 回方默默痛斥着两名满汉 幻想着独步王亲临寒舍 他大意理人的拒绝 如是三番 才半退半就的转头主人 第一件事 就是收拾无理的刀客 独步王没有来 龙王与大雪山全军覆没的消息 却传来了 方文氏唯有哀叹 时运不济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龙王一死 军师就成了无关紧要的人物 没有萧雄来争抢他这位大谋士 他遭到了遗忘 连两名看守宅院的刀手 似乎也觉得多余在关着他 每日里互捧唤游 吃喝喧闹 将这里当成了娱乐场所 方文氏出离的愤怒 无心读书 在屋子里来回躲步 换着花样的 祖寿金锋宝玉读步王 总有一天 这是他必用的四个字 与此同时 深切地感受到龙王是多么伟大的人物 只有在龙王那里 他才能施展胸中的报复 传言龙王被杀的第十天 徐小义花钱将军神买了出去 徐小义不爱读书 甚至不怎么识字 却有一种察觉危险的本能 好像能在暖风中 感受到寒意的候鸟 金鹏宝刚刚散布 龙王破坏停战协议的谣言 他就带着大量的银票躲藏起来 狡兔有三窟 徐小义的藏身之窟 至少有三十所 银票大都做过演示 没人能从上面 找出龙王拥有他们的痕迹 金鹏宝的确花了一点功夫 搜捕龙王身边的小掌柜 结果一无所获 随着胜利消息越来越多 大雪山逐渐变得无足轻重 对徐小义的关注也就淡了下去 徐小义的消息仍然灵通 正因为如此 他不相信龙王与大雪山全军覆没的消息 又过了一段时间 碧玉城变得不那么安全了 独步王的成功 让南北城的居民目眩神迷 人人都兴奋地期盼着参与重塑西域的盛宴 徐小义虽然不那么重要了 但仍可能遭到出卖 他得逃亡 由于再三 徐小义决定将军事救出来 他不喜欢放文室 证明迂府的书生只会空谈和要钱 还跟他的姐姐不清不楚 要不是坚信龙王仍然活着 徐小义即使在放文室上花钱 也只是买通看守灭口 事情非常顺利 两名到手巴不得收钱甩掉包袱 于是放走书生 向上司报告说 犯人上吊自杀 从来没人过来检查 连龙王都已经成为历史 更不用说他手下的小喽啰了 唉 让我自生自灭吧 龙王一世 我也心如死灰 世间纵然英雄辈出 却再没有人能从方某这里 得到一计一策 方文室 幻想中的民主没有献身 只好将准备好的言辞 扔给徐小义 这时 他们已经共乘一车 逃离碧玉城 徐小义不太明白军师嘀咕的是什么 但他知道 钱在自己手里 权力相应的也应该在自己的手里 姓方的 少说没用的话 龙王还没死 你用不着寻死密活的 龙王没死 你怎么知道 方文室眼睛一亮 忽略了对方声音的语气 这还不简单 我打听过了 消息是那个叫独孤献的家伙传出来的 可就是他 也没见着龙王的尸体 我猜他是害怕独孤王的惩罚 所以编出这个故事 你认识龙王的时间还太短 要是像我一样了解欢歌 就会知道他绝不会死在风雪里 就算别人都死了 他也会活下来 然后某一天突然蹦出来 吓你一跳 方文室对徐小义的猜测 不太信服 可这终归是一个安慰 要是龙王还活着 就算把我吓晕过去也行啊 徐小义越看方文室越不顺眼 开始后悔把他救出来了 姓方的 我还得提醒你啊 到了那边 你得老老实实的 不准再跟我姐姐眉来眼去的 放眼碧玉城周边 不受金蓬堡控制的地方已经不多 徐小义打算去石国 那里不仅有他姐姐徐炎薇 还有仍然支持龙王的一小股力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 方文室与徐小义发生分歧 他倒不在乎徐炎薇 那是个挺美的女人 可谋士不会在女人身上浪费精力 他不想去小小的石国 希望一直向东 到中原的势力范围内避难 徐小义自然变不过军事 但任凭方文室说的天花乱坠 他仍然坚持一条不变的原则 银票都是他替龙王保管的 一两也不能分出去 没有钱 方文室是寸步难行 他只得耐心劝诱 从西域大势一直说到西域东部好玩的小东西 从早到晚嘴不听谢 就这样 两人一路来到双泉村 穿越沙漠 花了一点小钱 买通围城的连军 趁夜混进都城 直到这时 方文室才放弃投奔中原的计划 在石国都城 掌权者是中衡 方文室与他打过交道 本来印象不错 可是对他突然成为龙王亲信很不服气 言语上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 导致两人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最后是在许颜薇的调解下 才维持表面上的客气 许颜薇很高兴弟弟的到来 接第二人总算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离开南城那个烂泥潭 进入石国 许颜薇也不相信龙王已死 信念比弟弟还要坚定 龙王不是人 他是阎王派来收割人命的魔鬼 怎么会死 要是有人问他 怎么知道龙王不是人 他就神秘兮兮的小声说 你见过正常男人不喜欢女人吗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女人 龙王就是这样的人 可他很正常 你别再问我怎么知道他很正常 反正他很正常 却没有女人能诱惑得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魔鬼 许颜薇是以敬畏的语气 说出魔鬼两个字的 这让他看上去 像极了不怀好意的巫女 钟恒很生气 可他也是许颜薇的老客人 底细被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很难摆出成像的架子 而且巫女一般的许颜薇竟然很受欢迎 十国百姓正忍受着围城之苦 对任何超自然力量都充满了期待 即使是魔鬼 也能得到他们的信仰 中恒考虑的更长远一些 所以客客机器的要求许颜薇将 阎王改为佛祖 魔鬼改成罗汉 龙王怎么会是罗汉转世 你瞧他那富 人人都欠他一万两的模样 分明是 好不好 听你意思 许颜薇将故事的内容做来修改 传播的热情却下降了许多 接下来 他又做了一件大事 守城居民越来越疲惫不堪 感觉前途无望的人们 开始流传一种论调 哎呀 咱们到底是为谁打仗啊 丞相是外国人 身边的亲信没有一个使国大臣 国王呢 公主呢 怎么从来见不着人 不会已经被偷偷杀死了吧 让这种谣言传播下去 后果会极为严重 打破他的手段很简单 只需要国王陛下亲临城头 四处转转 就又能让大家的士气保持一段时间 可使国国王毫不犹豫地拒绝 我绝不离开王公一步 事实上他的活动范围只有两个地方 大殿和寝宫 信任的人不超过十名 每次见到丞相 眼中都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刻骨仇恨 因为玉玺还在忠恒手里 忠恒可以强迫国王主公 但那样做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为这事他极为挠头 许颜威是极少数能自由出入王宫的人 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陪伴公主 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希望在公主心里 树立龙王的美好形象 结果就让公主越来越害怕 可公主非常喜欢 甚至依赖许颜威 对他言出必从 许颜威没和中恒商量 对公主说 石国现在属于你哥哥 未来却属于你和龙王的孩子 他不关心都城的安危 你得出头啊 来吧 就是在城里走一圈 一点都不难 对公主来说 这可挺难的 她从小生活在碧玉城 身边的人少得可怜 回到故国 立刻遭到软禁 见得人更少 突然间要面对 成千上万的人群 几乎就跟要她的命差不多 可她还是同意了 就像她当初 同意嫁给龙王一样 一种为国家牺牲献身的态度 接受这项艰难的任务 效果出奇的好 连中恒都感到意外 对石国百姓来说 公主是位神秘人物 她的公开献身 满足了大家强烈的好奇心 她的美丽 她的高雅 深情流露出来的亲切 都让他们感到自己受到重视 为谁而战 自然是为公主而战 公主的恐惧 在人群的欢呼与敬仰声中 迅速消散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 她开始将自己当成真正的公主 并且视徐言威为唯一的宠信 方文是有幸以龙王军事的身份 陪在公主十步以内 她的心跳得如此厉害 平时伶牙利齿 竟然变得沉默寡言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这才是女人 这才是真正的女人 这才是能让谋士 意志动摇的真正女人 方文是致礼仪 董廉齿 心里转转念头 却不会对龙王未来的妃子 做出任何无理举动 她也跟那些平民百姓一样 有了奋斗的目标 将保卫十国都城 当成自己必须为之奉献力量的重要职责 因此 当城外的联军统帅送来议和信 中恒迫于压力同意进行谈判时 方文是 许师姐弟 这三位龙王的坚定支持者 不高兴了 决定发动一场政变 剥夺丞相的权利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方文是 与许家姐弟 都对中恒的背叛苗头 感到怒不可遏 还永问 中恒肯定是要向金鹏宝投降 为自己捞取利益 哪还管咱们的死活 更不用说龙王了 方文是一听说中恒同意谈判 就跑来找许家姐弟 钱都是龙王的 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 徐小义一到十国都城 就将大量银票藏起来 对每个人都心存警惕 我还以为中恒是挺好的人 许燕威也感到愤慨 军师 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方文是一肚子雄才伟劣 在中恒那里 却得不到赏识 他有一段时间 无用物之地了 策划一场政变 全当是练练手 这事倒也简单 城里忠于龙王的人还有不少 把他们团结起来 推翻中恒 让 徐小义当丞相 继续抵抗金风宝 等龙王 徐小义吓了一跳 急忙摆手 不行不行 我可当不了丞相 再说我胆子也小 偷偷摸摸做点事情还行 一上城墙 我腿就软 方文是正等这句话 一拍胸膛 凯然说道 好吧 那我就 勉为其难 当这个 救难丞相 许家姐弟 在这方面 没有什么主见 他们更关心的是 具体方案 我有一个 最合适的人选 林小山 他对龙王的 忠诚 没话可说 手下的剑客 各个武功高强 又是中横的贴身侍卫 下手方便 啊 咱们不是 真要杀死丞相吧 徐小义突然有点犹豫 毕竟 他没说要投降 是不是应该找点证据什么的 方文是习惯性的大摇起头 当断不断 必留后患 想要证据也容易 咱们就让中横 跟金风豹谈判 到时候 他自然会暴露出真实面目 就在他自以为得计的时候 咱们再动手 这个想法 马上得到姐弟二人的赞同 不过许颜威 还有一个疑虑 那个林小山 有点不大妥当 怎么了 我看他挺老实的 对龙王是真心实意的崇敬 方文是觉得 自己看人很准 所以对许颜威的反应 很惊讶 他 跟龙王的侍女 好像有点 我也说不上来 反正 要好得很 许颜威对这类事情 总是非常敏感 有时候当事人还蒙在锅里 他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龙王侍女 大雪山的江 方文是更惊讶了 同时心里一安 原来对龙王的女人感兴趣的 不止他一个 没关系 这更说明林小山的忠诚 值得相信了 政变夺权的阴谋 就这么定下来了 方文是只花了不到半个时辰 就拟定出一整套计划 首先 由他本人去说服林小山 争取丞相卫队的支持 其次 许小义发挥自己的特长 密切注意城内军民的一举一动 找出暗藏的投降分子 最后 许颜威也得亲自出马 以王氏特使的身份 要求参加即将到来的谈判 取得中恒有意投降的第一手证据 她是女人 不会引起中恒的怀疑 做这种事最合适不过 谈判将在次日午时进行 三人马上开始行动 许家姐弟的任务 进行的一帆风顺 方文是却遇到一点麻烦 林小山终于龙王 但他不相信丞相会投降 更不愿意参与政变 方文是花费大量时间 劝说林小山 指出中恒将要叛变的种种迹象 但林小山的固执 超出他的想象 他不得不抛出杀手键 林小山 说实话 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否则也不会拉你入伙 关于你有一些闲话 我本来不当回事 现在看来 我问心无愧 林小山坦然说道 他既不是大雪山剑客 也不是陀能崖手下的刀客 跟随龙王全凭自愿 是吗 当着姜的面 你也敢说这句话吗 林小山的脸疼得红了 起身卧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方文是端起茶杯 眼皮不抬 慢慢戳饮 怎么 要杀我灭口吗 林小山的脸更红了 松开刀柄 腿然坐下 军事 请你不要乱说 我敬重将 对龙王的忠心 一点不比别人少 忠心不能光在嘴头上说 得用实际行动证明啊 现在就是机会 方文是心中暗自得意 却也叫道好险 要不是许言威随口说了一句闲话 他现在可就尴尬了 守卫城池 丞相鞠躬之危 不能说退导就退导吧 当然 临阵换帅的大忌 我是知道的 所以咱们得有证据 这件事许言威在做 你也得处理 林小山勉强同意加入 前提是 必须找到丞相 准备背叛龙王 投降金鹏宝的确切证据 阴谋渐渐成型 方文是感到从里到外的兴奋 甚至不敢去见中 他把自己不小心 将内心的真实想法流露出来 第二天中午 谈判准时进行 由于城里城外互不信任 确定谈判地点 破费了一番周折 最后是围城联军做出让步 在北城门以外 后退十里地 让出一块空地 搭起一座孤零零的帐篷 距离城门和联军军营的距离 差不多一样远 林小山先去查看帐篷 确定没有埋伏之后 向城里发出信号 于是中恒走出城门 向帐篷前进 中恒不得不同意 这场谈判 十国都城里 忠于龙王的 只有极少数人 大多数百姓 连龙王长什么样子 都不知道 要不是四国联军策略失误 一进十国 就大肆烧杀抢掠 激起强烈的民愤 守城大概早就失败了 他得向城里的许多人证明 谈判只是阴谋 对金鹏宝绝不能相信 这是一场 走钢丝般的冒险行动 但中恒别无选择 联军统帅独孤县 已经提前到了 与中恒客气的建立 就是这个独孤县 与大雪山多次交战 并声称龙王 已经死在暴风雪中 按照视线的约定 双方统帅各能带 两名随从和五名护卫 护卫守在帐外 随从可以进帐 独孤县的随从 是他的参谋 中恒的随从 就有点奇怪了 一位是艳丽的女子 另一位是老太隆重的平民 看样子 对自己的职责非常含糊 无理的偷偷打量联军统帅 同时又显得极为紧张不安 中恒很随意的介绍 这两人的来历 这位是宫中的侍女 代表王氏 这位是我国百姓 推选出来的长者 独孤县 很好地掩饰出自己的惊讶 两位统帅互相寒暄 说了许多久仰之类的话 然后同时转头 事已随从退出去 谈判要私下进行 许妍威很不情愿 但这是说好的流程 他不能硬赖着不走 战外 双方各五名护卫正 胡适淡淡 右手全都放在 离兵器不远的地方 大有一处急发之势 许妍威冲林小山 急起眼睛 在一片紧张气氛当中 只有他无所畏惧 甚至有如鱼得水之感 周围全是男人 他不觉得自己 有什么可害怕的 多年的职业生涯 交给他许多有用的知识 其中一条就是 男人表里不宜 公开场合 都是未艳的证人君子 私下无人的时候 才会露出真实面目 观察了一小会儿 他在独孤县带来的 七个人当中 选出合适的目标 走上前去 做出羞怯无知的样子 小声说 啊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参加过 这种事情 两位大人在里面谈判 咱们应该做点什么 这人是独孤县的随从之一 四十岁左右 长着一张严厉的马脸 诸人当中 只有他从始至终 对许言为不屑一顾 听到问话 眼被微微吓大 冷淡地说道 我你那边的人 他们 戴刀尖的人什么都不懂 老头在耳朵半笼 呀 我是不是做错事情了 不该和你说话 这可怎么办 陛下和公主交代的任务 娇若无力的艳丽女子 记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马脸男子皱起眉头 不耐烦地挥挥手 然后扭头冲羡慕不已的同伴 使个眼色 表示自己要向敌人打探情报 怎么 国王不信任你们的丞相吗 许言为惊慌地捂住嘴巴 不是不是 陛下非常信任丞相 把最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做 好 那就好 我就是担心丞相 我就是担心丞相最有私心 不肯将我方的全部条件 原封不动地禀报给国王 许言为眼睛闪亮 仰头看着马脸男子 好像虔诚的信徒凝视尊贵的法师 你是怎么知道陛下的心思的 你 我 这种事情 猜也猜得出来 马脸男子露出一丝得意 咱们到那边说话 你把我方的善意传达给国王 两人转到帐篷后面 窃窃思语 一刻钟之后 回到门口 马脸男人又冲同伴使个眼色 表示计谋已成 与此同时 许言为也冲林小山使出同样的眼色 表示证据已经到手 林小山仍在犹豫 这条证据有点过于随意了 就算金鹏宝提出诱人的投降条件 丞相也未必就会接受 许言为有点着急 轻轻地跺脚 催促林小山尽快动手 寻思再三 林小山终于下定决心 对许言为缓缓摇头 许言为既惊讶又气愤 正要做出更明确的暗示 帐篷里突然传出恐慌的叫声 一屎炸 叫声竟然来自独孤县 这回许言为也茫然无措了 独孤县的两名随从 一前一后冲进帐篷 动作比五名护卫还要训捷 明显是一等一的高手 许言为身边也有人窜进帐篷 动作同样快如闪电 既不是林小山 也不是他手下的四名剑客 而是那名摇摇晃晃的老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兵临神下 演播 全勇 第418集 独孤县已经走投无路 万分后悔当初投向金风宝的那一刻 他虽然没有读过多少兵书 但是整个少年与青年生涯 都在正规军队里读过 战争对他来说 既不是保驾卫国的手段 也不是建功立业的途径 只是再扑通不过的生活方式 与士农工商各行各业 没有多少区别 他曾经有过热血沸腾的激情 却慢慢地被阴雨连绵般的死亡所浇灭 太多的人像牲口一样被宰杀 与人 与己 与国家 都死得毫无意义 后方王相的突发奇想 前方将军的临时起义 有时仅仅是因为某位大人物 多喝了几杯 士兵们就得在战场上 牺牲宝贵的性命 对整个局势的影响 却微乎几位 杜古县知道自己 永远无法成为名将 蒙将 他只是希望能建立一支职业军队 不在乎为谁作战 但何时开战 战斗如何进行 都要由最前线的将士们决定 这样一支简单的军队 他想会是无往不胜 道理很简单 他不会一时一级勇士 想过于强大的敌人挑战 常有人用下棋比喻战争 独孤县却一点也体会不到 两者的相似 棋盘左右的对异者 在开局的时候 总是实力相当 真正的战争 从来没有过如此完美的情况 实现占优的一方 通常都是胜利者 所以 统帅的最大职责 就是尽可能在战斗开始之前 增加己方的优势 以少胜多的例子 不是没有 可是将例外当成追求目标 无异于守住带兔的蠢人 独孤县以为独步王会理解自己的想法 金鹏宝对杀手的要求 与独孤县对战争的理解极为相似 但事实证明 这两者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 独步王的观点非常简单 你挥下的士兵比对方多 就应该势无破竹 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败敌方 死多少人不重要 胜利才重要 围攻避离成西境的大雪山营地时 两人的思路就频繁发生冲突 最后 独步王才是真正做主的人 独孤县唯一的职责 就是将那些直白的要求 分解 并转化为一条条军事命令 要求无辜的士兵们执行 围攻一座专实弃乘的都城 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将如此艰巨的任务 交给几乎没有工程经验和器械的四国联军 更是错上加错 独孤县被派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从一开始就有抗拒心理 但他没有选择 他在独步王眼中的地位 越来越等同于奴仆 说不 将要冒生命危险 最绝望的时候 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姓氏惹了麻烦 干嘛要姓独孤啊 跟主人的名号相处 不管心里怎么想 作为职业军人 独孤县还是尽忠职守 想尽一切办法攻打士国独城 挖掘暗道 堆砌骑墙高台 建造工程锤和云梯等等 他都试过了 没有一样能够奏效 所谓都城的 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战士 独孤县对石国丞相 不禁生出惺惺相惜之感 一点也不知道 中恒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他能识破敌人的招数 一半依靠敏锐的直觉 另一半却是运气 正当独孤县凑起五千士兵 制造大量工程器械 打算再尝试一次强攻时 令他迷惑而惊恐的消息传来 龙王没有死 大雪山军队也没有灭亡 反而更加壮大 正从乌山进入西域 独孤县发现自己身处绝境 无论他能否攻克士国独城 此前向独孤王谎称龙王已死 都是一条死罪 独孤王早已对这名不合意的将军 感到厌烦 表现之一就是 派出大量宝内的参谋与杀手 监视独孤县的一举一动 名义上则是保护他的安全 当龙王率军重返西域的消息得到证实 杀手们看向联军统帅的目光 变得有点不同 独孤县相信这绝对不是自己的幻觉 信使正越过沙漠奔向碧玉城 等到他从石堡返回时 带来的很可能就是死亡宣判 独孤县深感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在进行谈判的帐篷里 刚已屏退随从 他就向忠恒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我要投降 忠恒的第一反应是 对方在下达刺杀的信号 腾得站起身 紧张地左右张望 没有刺客 忠恒松了一口气 重新落座 开始认真思量那四个字 不禁惊讶万分 好啊 独孤将军 独孤县对谈判不是特别在行 所以没有绕来绕去的兜圈子 直接将自己的困境合盘拖出 最后说道 整个西域 只有龙王还能与独步王分庭抗礼 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忠恒对自己看人的眼光 向来引以为傲 可这回 他有点拿不定主意 金鹏宝在西域的势力正如日中天 四国联军攻克十国都城 也指日可待 对方主帅竟然提出投降 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这个 当然是好事 独孤将军的家人呢 不替他们考虑一下吗 我没有妻子儿女 父母兄弟都是小原国的王族 独步王的儿子 刚刚从我们家得到王位 应该不会这么快下毒手 而且我自有离家闯大 就算独步王拿我的家人威胁 我也不会在意 这是一匹不太聪明的豺狼 忠恒心中得出结论 对独孤县的话信了七八分 欢迎直至 不过 忠恒显得不紧不慢 独孤县 可有点着急 这是等不得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带来的两名随从 是金鹏杀手 谈判一结束 他们就会动手 你得想办法自救 这总能表明我的诚意了吧 忠恒仍然稳如泰山 从容不破的笑容 让独孤县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钟成阳 我敬佩你的大事与为人 才肯提出投降 否则的话 就算是龙王本人站在我面前 我也不肯低头 希望 我对独孤将军的诚意 没有半点怀疑 忠恒觉得可以相信独孤县了 我也说几句实话吧 金鹏杀手 想借谈判之际进行暗杀 我早就猜到了 所以也做了准备 你有准备 独孤县有点惊讶 也向左右扫了几眼 以为能从计较嘎尔拉里 找出埋伏者 据他所知 石国都城里没有几名高手 不过中和的防御非常严密 甚至重重陷阱 几次击退金鹏杀手的偷袭 他以为这一回也是如此 然后他想起来了 帐篷是联军搭设的 绝不可能藏有对方的机关 忠恒决定对投降的将军 坦诚相待 我的准备在这里 他摊开右手 露出一枚黄褐色的药丸 其貌不扬 扔在地上 跟泥土没有什么两样 独孤县大祸不解 忠恒也不多做解释 双手喝拢 准备将药碾碎 突然想起来什么 问道 独孤将军练过内功吗 年轻的时候练过一点 这么多年 也没多大进展 估计影响不大 待会儿独孤将军 要是少感不适 不被惊慌 一股鸡蛋的忧香 从中横的手掌心里传出来 独孤县脑子里一晕 丹田里那点 被他遗忘多年的真气 请客简销售无踪 请独孤将军海拒什么 将两名杀手引进来 中横近在眼前 说的话却好像远在天边 独孤县凭着最后一点清醒的理智 大声喊道 你使杀 两名撞成军中参谋的杀手 冲进帐篷 闻到忧香 同样脑子里一晕 真气快速消散 两人大吃一惊 如果面对的是一名高手 他们会立刻撤退 可中横武功平庸 凭着残存的一点真气 这样能完成刺杀任务 经过一瞬间的衡量与判断 两名杀手继续冲向目标 手中的匕首仍然握得很稳 中横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 杀手在面前倒下 手中的凶器离他的脚尖 只有不到一尺远 中横脸色发白 然后冲进来的老者 勉强笑了笑 谢谢 老者面无表情 闪身出了帐篷 这也是一位中横看不透的人 他忍不住想 大概只有龙王 才会相信并控制住这种女人 老者是和女装成的 他与龙王前天乘船 到达逍遥海北岸 夜里攀墙潜入十国都城 直接去见中横 得知独孤县的谈判要求之后 都认为这是暗杀陷阱 于是决定将计就计 除掉对方主帅 杀死独孤县的人物 由中横本人负责 和女只盯住金棚杀手 外面的护卫 都不知道帐篷里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早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同时拔出兵器冲向对方 许颜威不怕正常的男人 可他怕打架的男人 也是尖叫一声 躲在帐篷后面 战斗很快结束 和女加入战团 以令人目眩的速度 杀死金棚宝五名刀手 和女 你是和女 许颜威最先认出 老者的真实身份 龙王呢 他还活着 我就知道 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地方 联军一方已经发现帐篷边的厮杀 一队骑兵正快速接近 中横扛着独孤县从帐篷里走出来 快走 独孤县中了阴陀罗香 正沉浸在半真半假的梦幻世界里 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 首先看到的是一名年轻人的苍白脸孔 龙王 他说 你有办法打败独步王的大军吗 龙王开门见山 没有一句寒暄 独孤县还没有完全清醒 但是对于金棚宝的优势与劣势 他已经想了很久 我没有必胜的办法 只有一些可能会胜的想法 独孤县仍未接受教训 面对自己的新一任主人 说出的话还是句句留有余地 顾慎为并未恼怒 恰恰相反 他觉得独孤县 或许正是大雪山军队一直以来最缺乏的人 真正懂得寒武之道的将军 说出你的想法吧 让咱们来实现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419集 顾慎为觉得 有时候速度比实力更重要 比如现在 虽然主力部队还停留在逍遥海南岸 他还是想立刻向联军发起进攻 这种观点自然得不到独孤县的认可 因此 在经过一次短暂的交谈之后 独孤县尚未得宠 就已失宠 起码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独孤县住在王宫附近的一所宅子里 虽然没有明确的命令说要限制自由 可他根本不敢走出宅门一步 满城军民无不痛恨这位联军统帅 恨不得咬上一口 顾慎为需要一位职业的将军 但现在还不是重用独孤县的好时机 反对的声音太多 重建军队也不是目前最紧迫的事情 龙王重返十国都城 引发一连串的反应 他得在一片混乱之中 尽快理出头绪来 方文是与许家姐弟策划的小小阴谋 瞒不过他的眼睛 林小山坚持原则 没有向龙王和丞相透露一句话 是许颜卫自己主动坦白的 他仍然不相信中横 努力向证明丞相有背叛之意 说着说着 将军师和弟弟都带了出来 虽然这都是忠于自己的人 顾慎为可一点都不客气 严厉的斥责三人 尤其是许家姐弟 然后下达明确的命令 许颜卫今后不准离开王宫 许小义只负责掌管金钱 再敢多管闲事 就将两人逐出事过 对龙王的威胁 许颜卫见识过好多次了 所以不怎么在意 临走的时候还要问一句 如小姐呢 怎么没带她一块回来了 哎好了好了 我不多管闲事 不过你什么时候去看看公主 她挺想你的 这全是我的功劳 我说多少好话 许颜卫被撵走了 许小义善善地说道 都怪我姐姐 其实我不相信 邪言匹了一下方文事 意思是自己上当受骗了 许小义告退 虽然受到斥责 她还是很高兴 忍不住为自己裱下功 龙王 你的钱英文也没少 我都藏得好好的 只剩下方文事 独自面对龙王 他是阴谋的始作俑者 所以心中很是忐忑 可又觉得受到了侮辱 是可杀 可收买 可不用 就是不可受辱 方文事沉着脸 紧张不安地 坚守自己的原则 军师这段时间受苦了 顾身为缓和语气 好像他是已过而历之年的成人 对方才是不够成熟的少年 不哭 方文事声音地吐出两个字 停顿一会儿 开始抱怨 无非就是 被独步王关押了一阵子 受点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 然后使之不渝 逃出碧玉城 不愿千里 投奔龙王留在西域的唯一句点 虽然在这里不受重视 也还是忠心耿耿 不敢自暴自弃 希望替龙王保存仅剩的实力 结果 却没人领情 所以 不苦 一点都不苦 这些年 顾身为第一次感觉到 有股笑意悠然而生 险些从脸孔上表露出来 跟方文事在言语上较真 是必败无疑 所以他假装听不出 军事话中的酸意 直接改换话题 这样就好 如今金风堡功成略地 已经占据大片领土 细于大势将变 至此乱世 军事可有高见 方文事有一肚子高见 可是刚刚受过训斥 不想这么快端出来 于是羊头不语 在心里默默地从一数到十 觉得差不多了 开口点评大局 越说越兴奋 很快就将龙王的无理 抛在脑后 第一 乱世是好事 大大的好事 乱世除枭雄 没有乱世 龙王哪有机会在西域争霸 我原来说要等十年 现在看 这十年功夫可以省去了 第二 攻城略地的不是金蓬堡 是北亭 千万不要被成片的金蓬棋 所迷惑 要看举棋的人试水 这个时候 再跟独步王争斗 那是落了下诚 就算胜了 也是为他人做嫁衣 第三 中原为什么显得软弱 因为他眼中的对手 根本就不是金蓬堡 而是整个北亭 放开帝都看一看 你就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了 西域与中原隔着上千里的沙漠 拿下西域固然是好事 可失去西域对中原本土有影响吗 没有 再看北亭 跟中原接壤的边境不下万余力 西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段 从中原的角度看 贸然在西域全面开战 得不偿事 反而可能中了升东击西 啊不 升西击东之际 要我说呀 中原早晚会开战 但目标不会是小小的金蓬堡 只要一举击败北亭 独步王自然望风而降 房文士洋洋洒洒地说了许多 顾身为整个下午都在听军事分析西域局势 最后 不得不打断他 这些事情都太遥远 比用到独孤县的时机还要遥远 军事说的很有道理 可眼下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城外的四国联军 城外那几千人都是乌合之中 连主帅都投降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 龙王 眼光要放长远 顾身为敷衍了几句 将军事一人扔下 自己离去 方文士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只是还远远不到能用上的时候 关于龙王到来的消息 已经传遍十国都城的每一个角落 可是顾身为走在街上 还是没人能认出他来 夸大的虚名 有利有弊 正是靠着心狠手辣的名声 和十万大军的谣言 龙王得以在逍遥海势如破竹 甚至凭借两个人的力量 就能夺取一个国家 可弊端正在显现 已经快要超出虚名所带来的好处 十国百姓如果认出龙王 大概会失望 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象中神魔一样的人物 他们都很兴奋 士气高涨 以为龙王喷喷火 就能消灭城外的敌人 以为持续快要一年的战争 终于能够结束 从此可以安居乐业 恢复旧日的生活 全败龙王被过分夸大的虚名所持 已经跟金锋宝的傀儡国交战多时 十国都城里 竟然没有几个人做好迎战独步王的准备 顾审为在王宫议事厅找到中衡 他正在忙碌地阅读公文发布命令 中衡才是顾审为目前最需要的人 他不像军事方文氏那样好高骛远 也不如独孤献一般没守成规 这位深谙妥协之道的丞相 总是关注于眼下的问题 如果龙王迟迟不肯献身 中衡当然会投降 他从来都不是无限效忠的人 只要条件合适 中衡没有掺杂阴谋 他会非常愿意放弃手中已有的一切 是金鹏宝将事情弄得复杂了 逼得中衡必须抵抗到底 对中衡不需要进行考验 把他当成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精灵生意人就行了 所以顾审为进入都城之后 第一个见的人就是他 显示自己的信任 身份公开之后 他立刻命令许小义将一半的银票交出来 充实丞相所掌握的失国国库 中衡明白龙王这一切行为的用意 所以即使猜出方文氏那一小伙的阴谋 他也没有追究 而且是完全交给龙王处理 探子说 城外联军军心不稳 随时都会逃散 我想咱们可以打一仗了 一见到龙王 中衡就提出建议 守城八个多月 他小心防御 从来没有尝试过进攻 终于等到开战的最佳时机 这也正是顾审为迫切想听的建议 联军当中谁在主事 一个金鹏宝的参谋和杀手 领头的大概有七八个人 手下百余人 全靠着他们的弹压 联军才勉强存在 但他们不懂打仗 只会强迫士兵冲锋 各国的将领呢 士兵会服从他们的命令吗 中衡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 很难说 将领们也不想打仗 可他们比士兵更害怕金鹏杀手 顾审为扶着刀柄 也想了一会儿 你觉得这些将领会投降吗 中衡有些惊讶 原来龙王的想法 不只是战胜敌人 还要趁机扩充实力 他们既然向金鹏保投降 就会向任何人低头 只要能献出 比他们强大的力量 并且能解决那群杀手 不过 不要对他们的忠诚 抱太高期望 顾审为心里最清楚不过 如果把忠诚看得太重 他现在大概 还归宿在大雪山里 遇人之道千变万化 即使是敌人 也可能为己所用 忠诚如同粘稠的内核 有了他 就能裹出一个十倍 百倍大的圆球来 所以 敌人就只是七八名 金鹏保参谋与杀手 大军之中的七八个人 中衡指出这一点区别 随后想到 龙王既然能穿过包围线 进入都城 自然也能再闯军营 金鹏杀手轨迹多端 当心有诈呀 顾审为对此 已经思考过了 觉得可以冒一次险 十国不是 独不枉关注的重点 派出的杀手 也不会是第一流的 我更担心 五千联军跑得太快 今后还得 一国一国地争讨 上官法 不会给咱们太多时间的 中衡陈吟两酒 终于想出一个 妥当的主意 十国从前的丞相杨栋 一直躲在军营里 杨家 还剩下几个人 留在城中 利用这条线 可以与各国将领 建立联系 龙王打算 开出什么条件 饶他们不死 各国保持独立 杨都可以担任丞相 中衡一愣 杨都担任丞相 他怎么办 随后 他明白了 龙王话语中 隐藏的小小陷阱 点头笑道 有这些 我想足够了 龙王打算 什么时候动手 带几个人 今晚 两个人足矣 外面 天已经快要黑了 钟衡却没有再次惊讶 他只是想 自己的动作 也得足够快才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四百二十集 他有一个名字 但是很少使用 只有最熟的人才能叫出来 身为一名金童杀手 他有一个名字 他习惯于默默无闻 随时躲在阴影里 即使大家都已经知道 他的存在 他也不愿意站在光亮中 白医院的参谋 他应该是那个 侃侃而谈 吸引注意力的人物 杀手不是 无名杀手 站在帐篷的角落里 一只耳朵随意地 听着参谋讲话 另一只耳朵 则全身贯重地 倾听附近的声音 他能感觉到 另外四名同伴的气息 一名站在对面 抬头就能看见 另外三名在站外巡视 走路时悄无声息 经过他的身后时 就会轻轻地跺一下脚 表示一切正常 说话的参谋 是白医院的一位宗主 在金锋宝派驻四国联军的人员中 地位最高 如今统帅竟然叛逃 就由他接受争执军队 面临的最迫切任务 就是保持军队的完整 四国的将领们 系在帐篷里 坐立不安地 听着参谋的劝诱与威胁 目光总是忍不住 向杀手战力的方向瞥一眼 杨欢根本没有十万大军 他能救济三千人 就算了不起了 而且逍遥海南岸 没有多少船只 龙王自己能过来 他的军队不能 所以有什么可怕的 白衣参谋 叹开双手 表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而且拒绝承认龙王这个称号 王主讲法分明 眼下正是立功的天赐良机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不出三日 就能攻克十国都城 斩一下阳欢的人头 白衣参谋滔滔不绝 听众闲有反应 无名杀手不太懂得谋略 他是一名听话的标准杀手 从不多嘴多舌 也不会逾越界限 只会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 即使这样 他也明白参谋的话 有多么无聊和可笑 四国联军的将领们 无一例外都出身自王族 他们的国王连宝座都快保不住了 还关心什么奖赏 哪样东西能比得上王冠 逍遥海的人都是懦夫 无名杀手从他的角度 观看这些沉默的贵族 心中充满鄙怡 拿鞭子抽他们 用刀剑吓他们 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懦夫自会变成勇士 不过那样一来 就没有参谋什么事了 挥刀弄剑 可不是白衣院的强项 杀手与参谋是两种人 互相都瞧不起对方的意思 无名杀手也一样 但他不会深入考虑这件事 只是浮光略影般的产生不良观的联想 参谋根本就是多余的 连白衣院都没有用处 无名杀手如是想到 他不过是多年研习的惯例 就好像身上的刀疤或者油子 时间久了 正为身体的一部分 十名跟我一样的杀手 不 是五到二十名吧 杀死龙王轻而易举 无名杀手脑子里 开始构思暗杀计划 都很简单 但非常有效 龙王的武功的确不错 可杀手比的不只是武功 龙王离开石堡的时候 不过才是普通杀手 能懂得多少 希望诸位同仇敌开 独孤县是个无能的统帅 走了他 只会增强联军的实力 回去跟将士们说 只要攻下十国都城 全军大搜三日 人处财物 献拿者献得 过后王主还会暗宫行赏 大搜三日的许诺 让将领们稍微兴奋了一点 当初进入十国时 曾有一路人马四处劫掠 结果收获甚微 百姓大都带着值钱的东西 夺进都城 再加上传说中 龙王积累的财富 那可是一座大宝藏啊 白衣参谋敏锐地 捕捉到了众将的反应 决定在交上一把火 彻底激起全军的战斗热情 说实话 兄弟也有一点私信 想立大功 也想分点战利品 可咱们下手得快 因为我不能多说 大家听了以后 也不要到处乱传 还有一支军队即将到来 比龙王强大的多 咱们绝不能让他们抢先 关于独步王会派来一支亲信军队 攻打十国都城的消息 已经暗中流传许久了 将领们对此已经疲劳 只有个别人配合参谋 做出惊讶的表情 白衣参谋不懂得建好就说的道理 又开始长篇大论 无名杀手的耳朵 自动将这些噪音挡在外面 他注意的是另一件事 心中很是不安 已经快要一刻钟了 身后抱平安的跺脚声 仍然没有传来 他朝对面的同伴望了一眼 知道对方也跟自己一样 心生疑惑 同伴稍微向前探出身子 轻轻地咳了一声 这个再平常不过的举动 立刻吸引帐内大多数人的注意 比白衣参谋的千言万语 还要有用 无名杀手趁机溜出帐篷 杀手的水平同样有高有低 帐外的这三个人 就属于比较弱的一击 有时会偷懒 或者想当然地觉得 重复性的巡逻没有意义 可是真正的杀手 正是通过这些单调的行动 发现异常的 龙王已经来了 无名杀手首先考虑最坏的可能 很快就将他否决了 龙王已经不是杀手 他成为军队统帅 不会轻易发现 而且帐篷周围安排了 大量的民港暗哨 就算其中一半人玩乎之手 剩下的一半人 仍然能监视百步之内的 每一寸土地 没有人能在不惊扰 港哨的情况下接近这里 该给这三名后备一点教训 无名杀手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心软 金鹏杀手等级森严 外人无从了解 一律称之为杀手 网上就是刀主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高低尊备 果然 一名杀手被某位讨厌的家伙给缠住了 就是这名杀手 错过了跺脚报平安的时间 讨厌的家伙 是无名杀手对杨兜的称呼 这位十国从前的丞相 像乞丐一样混在军营里 分文皆武 却跟王侯一样到处许下众诺 天真的以为四国联军攻下都城之后 会交到他手里 你不应该到这里来 无名杀手生硬的对杨兜说 随后向大义的杀手同伴 投去谴责的目光 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再大义的杀手 也不至于如此晕晕乎乎 好像没睡醒的样子 杀手本能发挥作用 在想明白事情真相之前 无名杀手的右手 已经握在狭刀刀柄上 晚了一步 一股悠香传来 无名杀手正要闭气 胸前被人轻轻地扶了一下 内息瞬间发生紊乱 不由自主地吸进迷咬 内息正在快速流逝 眼前的人与物 开始不正常地扭曲摇晃 无名杀手竭尽全力地 想要留在这个世界里 以至于无法开口发出警示 他最后一个清晰的想法是 自己怎么会如此大意 竟然没有注意到 杨兜带来的两名随从 十步之外 就是层层杠绍 背对帐篷 睁大眼睛监视着 自己负责的那一小块地方 他们听到了 无名杀手的说话声 越发打起精神 却没有一个人 敢回头看一眼 杨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从头至尾 表现得都不错 没露出任何破绽 他像一名随从头去 复杂的目光 既有怨恨 也有恐惧 当中恒说 可以通过杨兜 收买四国联军的将领时 顾声威马上想到 这个老滑头的作用 或许还可以更大一些 由野心而得不到满足的人 最容易背叛 这是焦树先生 张极传授给顾声威的知识之一 用在奴仆们身上合适 对普通人通常也是准确的 杨兜觉得自己的野心并不大 无非就是恢复往日的秩序 他仍然是十国的丞相 杨家还是十国的主宰 可就是这么一点不起眼的野心 也得不到满足 他的怨气逾日俱增 对联军和金鹏宝开始失望 渐渐地甚至生出恨意来 就在这时 本家的一位侄子 带着两名随从 花钱潜入军营 送来令他心动的口信 只要向四国将领传达龙王的旨意 就可以再次当上丞相 杨兜犹豫之后同意了 他不在乎为谁效劳 只想将十国捏在手里 两名随从亮出身份 他们是龙王派来的杀手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杨兜得把他们带到主杖里去 杨兜在此犹豫之后 也同意了 为了夺回丞相之位 他已经用过种种手段 事实暗杀也无妨 就这样 顾审为宇和女隐藏真实面目 在层层岗哨的注视下 进入主杖十步之内 被一名巡查到此处的杀手拦住 和女以定心指和阴陀螺香 尽量控制住两名杀手 杨兜假装神秘的小声说话 以掩然耳目 吸进阴陀螺香的人 不会马上失去对身体的控制能力 仍然能够走路 只是需要别人的牵引 杨兜热情地挽着两名杀手 以受宠若惊的语气说 感谢感谢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几句话的功夫 已经推着两人走到帐户门口 很巧 白衣参谋的演讲终于结束 如是重负的将领们 从帐内渔冠而出 对站在门外的杨兜 都不怎么搭理 只是看到他亲热地挽着 两名杀手的胳膊 有点惊讶 要是其他杀手看到这一景象 马上就会生出疑信 还有两名杀手 在帐外巡视 很快就会走过来 河女守在外面 负责解决他们 杨兜率先进帐 大声说 宋先生 我求您来了 白衣参谋很恼怒 你来干什么 出去 站在角落里的杀手 拔刀出招 只迈出一步 就摔倒在地 白衣参谋宋先生 这才注意到 两名神态有益的杀手 以及他们身后的陌生人 宋先生熟悉金鹏杀手的路数 所以知道自己的生死 就取决于 接下来的这一瞬间 我有话说 陌生人没有立刻动手 宋先生继续说下去 一只大军 正赶来逍遥海 想知道时间和路线 就不要杀我 白衣参谋也有害怕的时候 杨兜对金鹏宝 仅存了一点敬意 烟消云散 哼了一声 每个月金鹏宝 都要派一只大军来 到现在也没见着多少人影 就是这百十来个监工 白衣参谋的目光 紧紧盯住随从打扮的陌生人 这回是真的 王主制定了计划 不仅要攻克十国 还要顺手吞并其他四国 顾胜为心中意惊 他本以为还有时间整顿军队 做好迎战准备 没想到金鹏宝大军 这么快就要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